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东北有名的杀猪菜 这道菜要是做好料 你能把你老丈人喝的灾冷的 跟我一起学着做吧 隔壁老王给我送来一块夹五花肉 咱们给它凉水下锅 放葱姜八角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 把血沫撇出来 然后咱们倒入酸菜 上盖煮半个小时 糊好以后把肉捞出来给它晾凉 酸菜里面放上花椒面 盐鸡精调一下口 家人们看都看到这了 能不能帮我点个双鸡再走呢 就是向着屏幕帮我点亮下呗 没有你们的双鸡是真不行啊 谢谢你们 捞出的五花肉切成薄薄的厚片子 有条件的再切起边血肠 摆在酸菜锅里 放上切好的血肠 咕度几分钟 撒上迷人的小葱花出锅 这就是东北的杀猪菜特别的好吃 最后还是那句话 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 你就关注我吧